就是把这边切到这边来 变横向的变纵向的 类似像这样 主要的目的是结合后面的东西 就是那个比数 这个比数的部分的话就是算什么呢 算这里面到底有几个选项 所以其实我把它复制之后贴到后面来 贴到后面来的话再做什么 把它移除重复 就留下总共会有这些项目 那我想知道说选什么 选这个的有几个比数 那选这个的有几个比数 比数部分的话前面有学 我们在论文班有讲过count if 所以你可以用count if那个范围 然后 criteria条件就选这个 它就帮你算出比数来了 另外你会发现 如果比数算完之后 这边图表也会跟着动 那哪边会动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还记得吧 我这边尽量因为范围 如果是跨工作表 我建议这个是定义名称会比较好 还记得吧 那定义名称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游标先放在g1 然后ctrl shift向下 意思是把它全部选起来之后 那给它一个名称 什么名称呢 叫做复选题分割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记得可以在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 建立什么 定 它的名称在顶端 意思说这个是名称 下面就是它的范围来源 所以按确定顶端列 那你会发现 已经有了 按去 那你会发现在工作管理员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这个了 这个名称就代表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ok的话呢 叫做count if 有没有 count if 那count if的话还记得吧 它有两个条件 range 在哪个范围 f3 就是这个范围 criteria就是条件 什么条件呢 帮我找找看有没有这个 函数进阶应用 有的话呢 帮我算 有几笔资料 16笔 按确定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个出来之后向下填满 这个表格也做好了 那你想说为什么会这个表格OK 其实这个表格怎么来的 很简单 我预先已经在这个范围先选取了 再利用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图表 插入图表 那图表部分的话 我是选择的 可能 我是用这个图表 然后这个图表把它拉到 里面可能先做一些格式吧 那也就是这个图表 它按右键 里面有个什么 选取资料 这个范围 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有资料变动的话 那这边呢 也会跟着产生我要的这个 这个范围的结果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改变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按右键 这边有个变更 图表类型 比如说我不要用 这种图表 我希望用什么 用折线图好了 OK 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 他可以变 那特别是说 这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结合VBA 也就是将来 你可以在这边加个按钮 只要笔数放进来的话 那这里面的资料呢 也会跟着变动 OK 那至于那个图表 将来如果说你要 让它自动变出 你可以一样 录制聚集 有没有 插入那个 那个什么呢 图表的时候 你就把它录下来 你就知道 层次没几行 OK 那也就是你可以 前面做好之后 后面呢 也会自动产生了 OK 类似有这种效果出现 OK 所以大家刚刚之前有同学问到啦 所以我就顺便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之前 所以 为什么会做这个 把这个分割成这个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要算比数 因为如果我没有把它分割出来的话 那我就无法做比数的计算 但是同学的问题是这样 我待会我们把它改一下 我刚刚讲过 这个把它复制到旁边 Ctrl键按住 那逻辑改变了 所以也就是说 没有居然 OK 居然已经不存在了 那是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 这个有三个就变成说 底下变成要插入 插入一个 插入两个 然后把这个放这边 这个放这边 然后是上面的复制下来 OK 那程式该如何写吧 其实最简单 我刚刚已经把程式写好了 也秀给各位看 不过 刚刚这个写完的结果 程式虽然不多啦 但是如果要 这个直接RUN 当然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可以这样RUN的出结果来 我逐一来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你们要写这个程式 OK 记得呢 你先不要考虑全部 我的习惯还是什么 先做其中一列 然后再把其中一列的概念 把它转换什么 转换成 所有的列 OK 所以我的写法这样 其实这也是 我今天临时想说要上课 我想说同学有问到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一下 还蛮顺利的 那写的方法跟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把这个工作表复制过来 那我是建议可以先把G栏删除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可以切到那个V周背 之前我们有写 我把这个把它删掉好了 这一段 我们之前有写的一个什么 最后的这个切割 我是把它取名称叫做 资料切割3 那我把它再复制一个 变资料切割4好了 复制过来 然后呢 这边改成4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我可以写出哪一列呢 写出其中一列 哪一列我以哪一个先当成那个我要 我要这个测试的依据的话 我以第三列好了 OK 如果第三列可以让出我要的结果 那表示什么 我可以套用外面再加一个回圈 那我这个程式就写完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一般习惯回圈是之后再写 不然的话如果你回圈已经写上去的话 之后你要再写相对的复杂度比较高 那怎么写哦 首先第一个 这个一样嘛 我们拿这个来 K的话基本上可以不要 所以K把它拿掉 那回圈的话我先把它拿掉 K 这个 For I也把它拿掉一下 等一下再加就好 OK 然后按Shift加Tab 我先移动到这一阶 那一样呢 我先把 这个 这一列 第三列 所以我先把这边改成3好了 意思说我把这个 D3这个储存格的资料 帮我切割 切割到Array里面 所以切完之后 里面第一个就是Array刮壶 刮壶0的话 那就是放那个什么 放函数进阶 可是特别注意哦 我应该先做什么 我应该先做 我的动作应该是先插入 插入一列 所以特别注意要在哪边插入一列 在第三列的下面一列 所以特别注意哦 插入一列 那怎么插入一列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 多学一个物件 叫Raw加S 刮壶 哪一列呢 在第三列 第三列的下一列 加1 有没有 在这一列的下一列的地方 插入一列 点什么呢 点Insert 这个我们之前好像在入门班 我印象中有用到点Insert 这些东西 删除的话就点Delete 好 有没有 意思说 在四列的地方 帮我插入一列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然后插入一列 所以 那另外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说你 假如说一边写 然后一边觉得不踏实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我也常用 我可以一边写 按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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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呢 我先转转看 比如说我现在 AR 这里面的事要切割了 然后我在它底下 新增一列 看会不会OK 有没有发现 它如果新增的位置OK 那表示我这个动作是OK的 那我下一个动作应该怎么样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正列里面的0 放到哪里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把上面这一段东西 复制到它的下面 应该可以看懂我意思 所以程式该如何赚钱 后面部分的话 我要把array的东西放在哪一列 放在它这一列 那这一列的话基本上 其实就是什么 D3 有没有 Sales D 应该是3加1 就是第四列 特别是说你 因为将来那个3的位置 可能会被改成I 所以我用加1的方式 那也就是说在哪里呢 在D4的位置等于什么呢 等于ARarray 哪一个 刮壶0 有没有 OK 那这样子把这个箭头再移上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里面的东西 可不可以放进来 按F8 有没有发现 放进来了 那再来还有下一页 还在写什么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这里来 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复制到下面 那该如何写 我们上个礼拜 跟前几个礼拜写蛮多的 这个范围怎么称呼它 range range 你可以从A3到C3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说 所以写法 假设我这边写 应该是写成这样 range 然后哪一个呢 其实它有两种写法 一种写法是什么 就是你用文字的去处 前后算 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直接里面放sales 哪一个sales 如果我要sales的话 其实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方法写 哪一个sales 我要从上面那个 应该是第三列 所以我可以把这边改成 三列的哪一栏呢 A栏 到哪一个呢 三列的 一样是三列的 C栏 所以你可以 另外一种写法是 逗点 OK 不是用自串的方 到哪一栏呢 到C栏 意思说 我从A到C 这个范围里面资料 那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copy 所以特别加一个点 怎么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我的下一列 所以下一列 那就是意思说 把这个A栏 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后面3怎么样 再加1就可以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边写完了 那我再把 再往下 这个是多 那它已经跑过来 所以我把它再 乘式呢 往上一下 那执行给各位看 这样执行呢 就可以把 这一个范围的资料 再复制到这边来 看会不会成功 按F8 有没有发现 复制过来 所以哦 那下一个怎么办呢 下一个的话呢 当然 一样的方式 再来怎么样 再把 后面东西 还是一样 所以后面还把 insert 所以你会把这个 甚至可以insert 把上面的这三行 复制下来 那再来就是insert 特别的insert 应该是从哪边呢 这边应该是 它变成2了吧 有没有 等于是说 我应该要 刚刚是 第三类 第三列的下一列 插入一个 现在应该在下一个 所以应该加2 把它insert 再插入一列 插入的位置应该是 3加2 所以是在 第五列的位置 我们执行 那再来的话呢 这边应该改什么 应该把它改成 放的位置应该是 放这个阵列里面的第二个 所以是放1 对吧 所以就把资料 再放哪里呢 这边应该也是加2吧 放在哪里 放这个 ok 然后 有没有 放过来了 那复制的话呢 变成 看你要把原来的复制 到哪里呢 这一边变成2 有没有 前面其实都一样 所以意思是说 把什么 把刚刚的这一个范围 一样的范围 复制到这边来 有没有 那我把它复制过来 OK 按F 把这边按F8 OK 要抠过来 你看得懂吗 那 再来还有剩一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 所以你看最后一个也是一样 所以把这个 再复制过来 该什么呢 一样 也是先什么 先insert 这边变成3了 所以 其实你会发现 好像有些地方 好像都差不多的3 这边也改3 这边也改3 然后这边也改3 好像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也就是说 只要你把 这一个音色 这三行写完之后 然后后面这两个 假设你的 比如说你有几列 你就插入几次 外面包个回圈 不就这个部分就全部写完了 要改哪些地方呢 你会发现 就改 改这个地方 123 其他好像都一样 还有一个地方 这边 这边是01 这边应该改2 ok 少改 应该改2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边再insert一个 insert 那边在这里了 然后呢 再来就把这个资料 VBA与资料都放过来 然后再把资料 帮我复制到这边来 好 那这样的话就ok了 底下其实都不用跑了 这些其实就可以不需要了 ok了吧 所以我马上读解了 直接把它读解掉 ok 但问题来了 目前 这样写完的话 我只有针对其中第三列处理完 那接下来就是 那你会发现 接下来就要整理它的重复的地方 然后外面你如果再加一个回圈 就可以把我们要的结果全部做完 其实基本上这逻辑还蛮复杂的 我只是把这个部分 步骤跟各位说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待会一样会把我写的程式 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把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复杂的 那我是放在第一个单元的 这个 ok 然后 底下的话 我会把它放在 放在哪里 放在下面这边好了 切割 这个是之前的 把它再 这个 若需求变更为分割为多列 其实这个是最后写完的 也许我会把刚刚部分的资料 先把它放在这个中间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